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幾個比較容易出現問題的那個 照片的情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在這邊 像剛剛這個都還是裁切 第一個 你有沒有可能拍到這種照片 很暗很暗很暗 蓋亮的沒有亮 但是背景很漂亮 對不對 其實這種情形就是一般我們講的 所謂逆光 逆光其實一下就比較容易拍到這種照片 你可以利用它一個很簡單的叫做暗部補光 暗部補光的這個功能 就可以做到 那我們先找到這一張來試看看喔 你一樣切到這邊 我從下面直接找就好了 我從下面直接找 找到那一張之後把他丟進來 好他問你要不要 存檔剛剛那一張就不用了 好OK的 這裡 有沒有真的比較暗一點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 我這一張好像已經 處理過的 有一張 這個沒有處理過的 好 這張比較大一點 OK 好那你可以來這邊 最簡單的 其實Folocab它有個好處就是 它用的名詞 都不會太難 所以你應該蠻容易 可以理解的 在 濾鏡裡面有一個叫做照片 好你找到這個地方 在濾鏡 濾 有一個叫照片 我們待會我會用的主要都在這一塊 主要都在這一塊 好你找到這邊之後 這裡有一個叫做暗部輔光 顧名思義只有暗的會變比較亮 本來亮的就不會再亮 有找到了嗎 可以的齁 那張照片有沒有找到在哪裡 反正以後你就會遇到這種照片 蠻常遇到的 好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呢 它會給你一個 這個 對號方塊 預設的話 它的效果就是百分百 所以會變得比較亮一點點 如果萬一你覺得 調了一次 不太夠 你可以再講第2次第3次 好那你看喔 我們先看看有沒有差 左邊使用前 右邊使用後 有沒有人的臉比較亮一點 對不對 臉暗的地方 應該說暗的地方 事實上不只是臉 連下面的倒點也都會變得比較亮 好那 如果你覺得一次不夠 我就再做一次 好你看 使用前 使用後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亮的地方在哪裡了 對不對 它真的是讓暗的暗一點的變得更亮一些 用投影機看效果比較差 你在自己螢幕上看應該會比較清楚 這樣沒問題了 這是第1個大家可能會遇到的是 拍的 該亮的不亮 好 再來呢我們來看看喔 還有什麼樣的情形會遇到這樣呢 好 我們往下往下在這裡 像這一張有沒有 整張都太亮 這也有可能吧 或整張都太暗的 喔 那我先找到這一張 好 找到它丟進來 OK 這個就整張都太亮了 整張都太亮了 那 你就可以從這邊來 一樣在剛剛那個濾鏡裡面的照片 好 這次呢 我們就不用 暗部補光 因為這個 並不是只有暗的 它是整張 亮或整張暗的 叫做全域的增減曝光 整張的就是全域的 找到了喔 所以你從這邊進來 事實上這個部分跟 各位數位相機 有一點關係 數位相機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過 你的 相機裡面 有一個曝光值 叫做EV值 這個是可以調整的 有嗎有注意過嗎 沒有因為你都 他聰明你傻瓜嘛 因為我們都用全自動的對不對 其實事實上 你可以做調整 就是說萬一 我在不拍 閃光燈的情況下 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把整個照 照片拍照的時候 比較亮 或比較暗 而且這樣是整體的變亮 或變暗 就不像閃光燈 就是只有 比較局部的 因為閃光燈就是 前面會亮一點 後面就變得更暗 因為對比更明顯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 那他的範圍呢 注意一下 往右 最多緊繃到2.0 有沒有 往左邊 負的 是不是要負2.0 所以往右邊 如果是正的 會更亮一點 負的 會變暗一點 這跟數位相機都一樣 絕大多數的範圍 都在正負2.0 之間 所以我們現在 馬上來試看看 你看喔 直接比較一下 你看我現在把它變負的2.0 有沒有發現右手邊變得比較正常一點 對不對 降下來的 相對的如果我往右邊調一點 有沒有更亮 這樣應該就很清楚 所以他是整張的變亮或變暗 跟 用閃光燈是不一樣的 用閃光燈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 第二個 各位 可能會遇到的 一些情形 那再來呢 我們再看看喔 幾個比較常見的 我們就先處理一下 再來這個 漸層的 有時候我們拍照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戶外拍 或者在 只有一個 燈光情況下 一個光源情況下 另外一邊就會變得比較暗 像我們一般去那個哪裡 看人家拍那個婚紗外形 就會看到 對不對 常常都會有帶那個 反光板 對不對 因為 陽光這邊過來 臉這邊就是暗的 所以這個 漸層真點撲光 就是類似那個 反光板的效果 自己去打燈光 所以我拿這張照片給各位看一下 來 好 在這邊 在這邊 不過這一張你從這樣看 好像看不出來 有點暗 事實上在右手邊比較暗一點 右手邊比較暗一點 那你可以從這邊 你看 濾鏡 一樣照片 我們剛剛用過的幾個 一個叫做全域的 一個叫暗部補光 這裡就有一個叫做 增減曝光 有沒有 漸層的 這就好像 一盞燈一樣 一盞燈一樣 你可以從這邊呢 就直接 按一下 好 那你會發現呢 他這裡就有一個視窗給你看喔 預設的話呢 在這裡的 就好像一盞燈一樣 從這邊怎麼樣 往上打 打到上面 所以 上面這一塊完全不受影響 下面這一塊是 下面這一塊是完全受影響 中間就會有個漸層的效果 好像燈光遞減那樣 好遞減那樣 所以呢我把這個 我做比較誇張一點 把它做多一點 假設我希望燈光是從這裡 你這個可以移動喔 表示光線從右邊來 有沒有 光線從右邊過來 OK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變 我們先看一下 放下面 我弄多一點 看不太出來 有沒有不一樣 左邊使用前 右邊使用後 來 但是你要看結果 我請看外面喔 這裡看不出來喔 我先按OK 你先看一下 使用前 使用後 這樣有沒有差別 對不對 我們剛剛整張的是 整張都會變亮或變暗 那叫痊癒的嘛 暗部的 製作補暗的 這個剛好是一個 好像漸層 就打燈光 這樣子過來 當然不只是可以線性的 你也可以像燈源一樣 就是 360度發光 它有個 那個 擴散 擴散性的 對對對 所以你都可以嘗試看看 好 這個呢 大概就是 各位幾個比較常用的 再來 順便再講一個 我先把幾個比較常用的講完 待會我們留時間給大家練習看看 你實際做看看 你就知道了 好 再來 再來這個就好玩了 我問一下 各位有沒有穿金帶銀 現在都不敢 都倉在家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金子 或是那些 東西 銅也是一樣 久了會氧化 要拿去用洗 給我 要怎樣 自己洗 自己洗 哈哈哈 我們自己洗洗就好了 來我們來試試看看 這邊 這裡 來我找到那一張 這張尺寸就比較大一點點 這樣子 我把它放大 你順便看一下 我們放大呢 上面有一個 有沒有這個放大鏡 在上面 左上角這裡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尺寸會變比較大 左上角 左上角那邊 有沒有 好 那麼 這個範例我們就 很抱歉啦 不能用 剛剛那個濾鏡裡面的 因為我們要用 左手邊工具箱裡面的 你看一下左手邊的工具箱 在這裡 請問有沒有一個叫修片 有齁修片裡面 來 看這邊 第一個 的三角形這裡 第一個的三角形這邊 三角形按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打光 打光 你眼睛不要一直看那個 去除黑斑吧 我先看打光就好了 等一下會用到嘛 打光 好 按一下 它事實上就好像一個筆刷一樣 因為我們剛剛那些都是針對整張在做的 那我們現在是要局部而已嘛 因為今天拿中那塊而已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呢 把這個 選了之後呢 Photocab裡面有一個比較特別就是它上面這一塊 上面這一塊 這個叫做屬性工具列 也就是這個地方會隨著你不同的工具這裡會改變 這裡會改變 如果你覺得你的筆刷不夠大 你可以從這個大小這邊稍微把它變大一點點 把它變大一下 像我因為我這張比較大 你一進來 畫面上面就可以看到你的筆刷是多大的 這樣看到了 你這樣畫面上 所以我先把它變大一點點 按著拖曳 像這樣按著 有沒有這個三角形按著拖曳一下 好你可以進來 不知道多大 沒關係就滑進來試看看就知道了 好 OK 好 開始洗洗 這樣一下 所以上網那個有時候賣東西就這樣 沒有洗乾淨先 上去再說 有人買了再來洗 這樣就很簡單對不對 可是你看喔 萬一你覺得還不夠怎麼辦 你看我再刷刷刷 有沒有效果 我再刷一次 好像沒有效果對不對 就是我剛剛刷過一次 再刷 是不是就沒有效果 萬一你 有需要再做一次的 請注意一下 上面有一個叫更新筆刷 也就是你已經做過一次了 你要再重複做的 按一下上面這個更新筆刷 好更新筆刷 所以我現在把它按一下 又滷滷的 有一點金了 這樣會了吧 事實上這個東西還可以用在哪裡 可以用在這邊 你看一下 像這個奶油絲啦對不對 還有 很多人去那個墾丁 去東南亞玩 回來都是這樣 有沒有 沒有 叫他說不要貼啦 不要貼 這樣回來 難看 他都賣 我這樣沒辦法 回來自己處理一下 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你看一下 這裡有一張 這個是 我看在哪裡 在這裡 留進來 好 我們順便看一下 因為這張是橫的嘛 沒有人這樣刷的吧 幹嘛那麼辛苦 轉過來就好了 在哪裡有 旋轉的 跟影像整張有關的 就是找影像 有一個叫做旋轉版面 有看到了吧 上面這裡 影像裡面有一個叫旋轉版面 上面這邊 影像 然後你往下走旋轉版面 就可以看到 那這個就轉瞬時針90度就好了 OK 這樣就過來了 好現在你一樣可以用這個工具 你把它刷刷刷吧 所以下次 有沒有 回來的時候 你就不會讓人家說 啊你怎麼這樣 這樣了解喔 很好玩吧 那 以前的版本 在做這一塊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打光 就5.0之前 你用打光這個工具的話 如果你影像尺寸 像這個原汁原味的 原尺寸的比較大的 它會鈍鈍的 那到6.0之後 它有做改進 所以現在塗起來都還蠻順暢的 所以如果你用過之前 舊版本 最大的缺點就是 它之前在做這個比較鈍 現在6.0就改進了 好你看 做好這個 我們再看看喔 還有沒有什麼情景你會用到的 我們再看一下 像這個也是一樣啊 不過在這裡 這個 這樣看不出來 因為舞台上的 也是很明顯 好我拿另外一張 因為這樣 好像差太多 我拿另外一張 不在這裡 因為舞台上的那個燈光也是一樣 你可以像這樣把它塗一塗 有些人 舞台上那個 臉比較暗的 它就會變亮 啊你如果皮膚比較黑的 也不用那個裹霜換膚 直接就 直接就美白了 所以這個是 在打光的部分 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的 這樣沒問題了吧 可以了喔 那我給各位一點時間 先練習看看 好不好 我們剛剛講的幾個 你再 review一下 你看我們剛剛講的最簡單的 第一個 你要會裁切 對不對 第二個 你要會暗部補光 這種逆光的 就可以處理好了 它的步驟我們都沒有用很多 就可以處理的還蠻不錯的 那 再來呢 我們還針對的整張偏亮 整張偏暗的 有一個叫全域的增減曝光 好全域的 還有如果你希望 有一點 在補光的效果的 叫做漸層的增減曝光 再往下一點呢 就是我們剛剛用的那個 打光那個工具 打光的 這個 一般來的打光 就針對局部嘛 它就不是針對整張的 所以我們剛剛用到的左手邊 修片工具裡面的打光 所以 剛剛這幾個 你可以先試看看 等一下 再來看那個 去除黑斑八痕 因為這個 這個 這邊講一講 反正這個工具 一樣的 去除黑斑八痕 這個都其實都還蠻好用的 只是這個照片我用好幾次了 沒辦法 沒有找到比較適合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丟進來 來 OK 這個一樣你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有看到 這裡 那麼 去除黑斑八痕一樣 你看修片裡面 去除黑斑八痕 工具在這邊 那顧名思義有黑斑 跟八痕 這兩種 但是你不用太強 強調那字面上的意思啦 因為有時候 你用這個可以 有時候用這個可以 不一定 你就試看看 所以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一樣上面的那個屬性列 就會變 就會變成它 他會問你 你要黑斑 還是要八痕 對吧 看你 那一樣有那個大小 所以 我們來試一下囉 以這個來講的話 是真的用 八痕 效果比較好 雖然不是大範圍 好 那麼 它在這邊有一個限制 要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這個 這個部分 因為 這個八痕 不是連續的 所以它的目前這個工具的限制就是 你一定要是連續的 才能夠一次處理完 所以如果不是連續的要分 分開 比如說有三個就分三次來處理 那這個筆刷的大小呢 通常就是跟 八痕大一點點就好 不用大太多 好就 稍微大一點點 這個太消了 好差不多 檢查做記憶 這樣就好了 檢查做記憶 然後呢 你看一下 在我們的 上面 就有一個叫 開始處理 有沒有 上面這裡 這裡有一個開始處理 開始處理 所以我就把它開始處理 有沒有 不用貼的快一點 好 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就點到 你覺得不OK的地方 點下去 開始處理 就解決掉了 小的都很快了 八痕比較大就 會比較慢一點 哈哈哈 但是這個部分 在6.0就是針對大土的部分都有做改善 所以速度上 會比較好 那相對的 我們在找剛剛這一張 因為有些人 除了八痕以外 對這個皺紋也是很在意的 那你也可以一樣 對這個皺紋 那這個皺紋就用八痕效果就不見得好 反而是用這個黑斑的 你看我們上面這裡 我們剛剛不是有看到在這邊 有沒有 小範圍大範圍 這個的話其實反而是用這個黑斑這個效果比較好 所以我說你可以嘗試看看 反正你用過你就知道說哪一個比較OK嗎 那 這裡呢 我們 上面這個叫做抬頭紋 這個叫做魚耳紋嗎 我們魚耳紋 只做一邊 可以嗎 我就做這一邊 我放大一點好了啦 哇 這樣會不會太大了 好 做這裡 OK 然後你就把它塗 塗 一樣如果你做過一次 效果不是很滿意 就是上面有一個更新筆刷 就是 效果可以再加上去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你看這樣塗完了 跟右邊比起來 使用前 使用後 那也比較快一點 但是一定要記得喔 小的就要先處理喔 等到大的就 比較深的那種就來不及了 用這個軟體來做的話 小的都很快啦 好所以 拍照 拍那種寫真集 沒有修片的 絕對是騙人的 真的真的喔 你真的 拍寫真集沒有修片的 那不可能 最不容易 上妝 上妝去掩飾掉一些東西 沒有這樣做的 沒有人那麼完美 OK 所以 我們把幾個 各位這個 基本的一些 影像處理 都先跟大家介紹過了 現在呢 你就可以真的 嘗試看看喔 等一下呢 我們再上雲端 給各位看看 這樣子的東西 怎麼玩